若是普通人体内被植入腰围 又怎能将罪责推向此人呢 虎子之前和我一起杀血去 湛黑风 勇猛无比 这一点 大老爷也能作证 你怎么不早点把我给换出来呀 你们这些个老家伙 未免太一毛论了吧 想得太多 人能活得快乐吗 虎子这孩子 虽然头脑简单 丝丝发达的也小子 但他身上总还是有些天分的嘛 若是加以培养 将他身上的妖力 转化为除妖的能力 免得他侮辱歧途不是吗 气死我了 你们几个 大老爷所言甚是 八宝镇 正是小萱和虎子几位少年守下来的 他们战胜的 可是妖孙 当真如此 妖孙 既如此 就让他参加国语妖师比赛 如果有差错 再兴处置 大师帅 此人可以暂不收押 但齐小萱一物赤柱之罪不能免除 若不从严则罚 只怕难以服众 嗯 齐小萱 身为营帅啊 未能对国语妖师起到表衰作用 按理当受责罚 啊 嗯 嗯 齐小萱 当受三十棍 以示惩戒 哼哼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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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送是住友遗物 但你们也知道原因 他能放着摇骇人不管吗 你就听这几个小人的谗言 如此严惩 不就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威言秩序 所谓的破名声吗 为了免上自己儿子都不管了 你们这没一个好人 你们没一个好人 将齐小轩押入监牢 惩戒三人 是